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旗下智库于2021年6月9日 公布了2021年全球宜居城市的排名 全球宜居指数考虑了30多个定性和定量因素 涵盖5个大类 稳定性、医疗保健、文化和环境、教育和基础设施 你好,欢迎来到世界之最 小编根据排名资料 整理出了2021年亚洲十大最宜居城市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正题 上海,一个被称为魔都的地方 在这里,东西方文化互相交融 外滩的西洋建筑与浦东的摩天大厦交相回应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 是中国大陆的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 上海拥有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 最大的外贸港口 有超过2000万人居住和生活在上海地区 上海也是一座新兴的旅游目的地 具有深厚的近代城市文化底蕴 和众多的历史古迹 天津、东陵渤海、北伊燕山 海河在城中蜿蜒而过 是中国北方较大的沿海开放城市 这里有古代建筑寺庙 也有西方天主教堂 有民间艺术博物馆 有国家森林公园和滨海公园 也有不同主题的游乐园 天津以海纳百川之之 包容不同文化 吸引着国内外众多游客的到来 天津区位条件优越 天津港是中国北方第一大港 也是中国沿海港口码头功能最齐全的港口之一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也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科技和国际交往中心 是世界人口第三多的城市和人口最多的首都 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力 北京汇吹了自原明清以来的近视中华文化 拥有众多历史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 拥有七项世界遗产 是世界上拥有文化遗产项目数最多的城市 北京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经贸、文化、教育和科技领域 拥有显著影响力 并且拥有全球最多的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总部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旅客 吞吐量位居世界第二 苏州古称姑苏平江是江苏省地级市 中国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风景旅游城市 苏州总面积8657.32平方千米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截至2020年11月 苏州市常住人口为1274万人 苏州属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 四季分明雨量充沛 苏州市首批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有近2500年历史 是无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有人间天堂的美誉 首尔就称汉城 大韩民国首都 是世界第十大城市 朝鲜半岛最大的城市 也是韩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中心 首尔是世界十大金融中心之一 世界重要的经济中心 同时也是高度数字化的城市 网速和数字机会指数均居世界前列 首尔也是一座年轻的城市 朝气蓬勃的人群 繁华喧闹的城市 迷人的自然景观 悠久的历史文化 充满活力的首尔 到处呈现出令人心动的景象 香港是一座高度繁荣的自由港 和国际大都市 与纽约、伦敦 并称为纽伦港 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 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 和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也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 和最具竞争力城市之一 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 香港是中西方文化交融之地 把华人智慧 与西方社会管理经验 合二为一 有东方蜘蛛、美食天堂 和购物天堂等美誉 新加坡共和国 简称新加坡 别称为师城 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 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同时凭借着地理优势 成为亚洲重要的金融、服务 和航运中心之一 新加坡地处热带 常年受赤道低压带控制 维持到多雨气候 气温年温差和日温差小 平均温度在摄氏23至34度之间 新加坡很重视教育 教育部是仅次于 国防部的第二大财政开支部门 新加坡奉行精英教育 教育制度类似英国式制度 台北市 通称台北 为台湾在金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首善之区和发展中心 总面积271.8平方公里 人口总数约264.6万 台北是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 台北风光秀丽 历史估计随处可见 台北是亚洲的流行音乐重镇 也是华语流行音乐、文化创意、娱乐产业的枢纽中心 民主社会的多元开放风气 是促使台北文化活动活络的一大优势 台北市也是台湾的时尚与艺术中心之一 东京都总面积为2187平方公里 目前东京都内有约1301万人口 每天约有数百万人从首都圈外围地区通勤至东京上班 使得东京的中心区域白天经常人身顶飞 到了夜晚 人潮则转移至银座、涉谷、六本木、台厂等 休闲娱乐场所伶俐的区域 开启夜生活的序幕 东京不但人口密集 同时也是各种物资 以各类资讯的巨大集散地 大阪市位于大阪府中部的大阪湾沿岸地区 面积223平方公里 夜间人口约有269.5万人 是日本人口第三多的城市 日间人口则超过353万人 位居日本第二 大阪市经济发达 是西日本的经济中心都市 大阪重视传统文化和历史美食的同时 也没有忘记现代化这一元素 让整个大阪市呈现多元的风格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喜欢小编的视频 帮忙按个赞与订阅 您的赞与订阅是对小编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